长城的修筑大约在春秋战国时代 从春秋五霸 到战国的秦 楚 齐 燕 韩 赵 为七国争雄 战争平仁 出于防御的需要 许多国家都在边境上修筑长城 设立关卡 春秋战国长城中的楚长城 是中国已知最早的长城 齐 正 韩 为 赵 燕 秦 中山等国也都修建了长城 楚长城 楚长城现在还没有找到遗址 但在古代文献中有许多记载 在古书中楚长城称为方城 齐长城 从现在残存的遗迹看 齐长城西自经山东平阴县北起 东京泰安西北 来吴 张秋 兹川 林曲 朱城 狼牙台 稻礁县大珠山东入海 齐长城是春秋战国长城中保存最多的 主要用土著和石器修建 石块多为未经加工的茅石 残存的长城最厚处约4至5米 最高3至4米 卫长城 卫长城有两道 一道建于西北为河西长城 一道建于西南为河南长城 河西长城 用于防御秦与西戎的东径 现在残存的遗迹 南起经陕西华英华山玉口 过卫河 兵落河 经大力 城城 韩城 延安 隋德 北道黄河岸边 河南长城 是在秦军屡拜卫军 且进兵于郑韩的形势下建造的 这段长城因黄河多次泛滥 已无踪迹可循 郑韩长城 曾有学者认为 郑驻长城自骇谷以南 实际上 梁慧城王15年 公元前355年 时郑已经被韩国灭了 长城当然还在继续使用 因此 后来也把这一段长城称作郑韩长城 他与魏的河南长城 从阳武到密这一段大概是相合的 秦昭王长城 战国时 秦也修过长城 主要是为了防备胡人 最初建造长城 大约在秦惠王庚元元年 公元前324年时 修建了上郡一代的赛城 边墙 秦昭王续修完成 上郡元是魏的领土 魏在这里曾修筑过长城 秦长城可能沿用了部分的魏长城 秦昭王长城起于经甘肃中部的领桃 向北到金兰州 再向东到金明下的雇原陷阱 转向东北到甘肃的环线 庆阳 再到陕西的孚县 延安随德 至于黄河边 他后来成为秦始皇万里长城西部的一段 燕长城 燕国北面要防胡人寄予 西面要防晴 赵东进 南面要防岐北上 因而修筑了北长城和溢水长城 燕东北长城起于上谷 到辽东 推算这条长城应修建于燕孝王石 或燕王喜即位初年公元前二五四年 这是战国长城修建最晚的 一水长城约起于经河北一线西南 向东南京定兴 徐水 安兴 文安 任秋之间 达于文安县东南 长约五百余里 赵长城 赵有两道长城 一道在赵的南境 叫张城长城 用以防御位 秦 还有 赵武凌王十九年公元前三零七年 曾经在和谋臣的谈话时说道 我的先王 凭借着张水 赴水之险 立长城 这道长城的位置在张水北岸 金河北陵张 此县一带 长约四百里 现在拥有一迹可循 另一道长城在赵的北境 用以防御湖人 这道长城东起于带 金河北张家口 金云中 九园 金内蒙包头 殷山 至高缺 金内蒙古乌拉山与廊山之间的缺口 长约一千三百里 现实在大青山 乌拉山 廊山之间还可以看到这一段赵长城的遗址 金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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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河北